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地皮球幕后黑手 习近平的地下部队曝光 约乌克兰战败 中美华卫台开战 俄乌战争缺战在即 和平曙光即将重演 四川电台主持人惨死欲中 美国国务院发声 中共畏构防止出怪招 不须接力泰被潑冷水 被美国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 背后有幕后黑手 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 中泽克尔在日媒发文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12月 命令创建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很可能是主导这次间谍气球 入侵美国境内的幕后黑手 习近平创建的这支神秘部队到底是什么? 据相关军事专家揭秘 这是管轄太空、电池、网络等等 为目的的技术性支援部队 他与传统的海陆空部队领域不同 自称为第五军种 他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支援第一线作战部队 首要任务就是掌握太空领域技术来与美国抗衡 还要保卫自己的卫星 试图发挥监视和侦察的能力 还积极研究如何攻击其他国家的卫星 另外还透过网络战来防卫黑客 对自身的攻击 获取他国的敏感资料 在三战的架构下完成任务 三战就是舆论战、心理战和网络战 美国方面都曾提醒 一旦台湾发生了紧急状况 中共的网络战部队就会发动攻击 试图来影响台湾的公众舆论 飞艇气球就是该部队开发出的侦察工具之一 早在2021年时 外界就发现了中共用气球来侦察美军在南海的行动 日媒还揭露这支部队隐蔽豪心 以呼应习近平的《军民融合重点政策》 所以这支部队被包装得像一家民营企业 外表看不出这是属于中共的战略部队 目前这支部队正在扩大编制 招募不同的技术人才加入 前俄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因为反普京立场流亡伦敦 本月15日他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警告 如果俄国赢得战争 将让中共大胆行事 导致美中为台湾爆发战争 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示 乌克兰的失败是迈向亚太战争的踏脚石 他说如果美国在乌克兰表现得软弱 这样接下来周腰准备在亚洲开战 他赋予西方加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让乌克兰随得胜利 是美国避免与北京爆发军事冲突的唯一之道 他提出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的三种方式 一是普京因心急禁失死网或其他原因 俄罗斯政府垮台 二是西方对乌克兰逐步提高军援 这可能使战争拖很久 能够拖垮俄罗斯 三是迅速且显著提高军援 包括提供长程导弹、战机 让乌克兰有能力摧毁俄国步级线 援助必须大手笔 目的是让普京知道他一定会输 而第三种做法才是最正确 中共央视日前播出专题节目 在一场模仪攻台两棲登陆作战演习中 中共军队刚上岸就伤亡三成 人发关注 央视国防军事频道的国防故事栏目 近日播出专题片《联合作战》 陆海争锋 报导称本次演习在东部海岸进行 洪峰代表共军担任进攻方 洪峰驻军部队在装甲步兵链 在抵达摊头后迅速与代表敌方的南军接战 洪峰徐胜徐即箭开追击 但无奈洪峰陷入南军包围网遭到伏击 刚刚上岸就伤亡三分之一 而且开上山路的装甲步兵车 都全部被倒在山路中 在以往建株报导的研习中 几乎都是代表共军的洪荒获胜 有媒体解到 很可能是受到洪乌战争的影响 对武力犯态不敢再盲目乐观 俄乌战争持续到2月24日就是一周年了 无论是乌克兰政府 还是北约和美国官员等都已经表示 俄乌战争真正进入了决战阶段 乌克兰已经储职力量开始反攻 目前乌东战场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巴克姆特战线 在俄军的猛攻下乌军仍在死守 乌军在巴克姆特城里挖了大量的地下战号 打算坚守城内每一栋建筑和街道 与俄军进行近距离的巷战 目前乌军在尽可能的拖着俄军 为北约军援大规模刀位争取时间 而俄方为打击北约的军援 派出一艘无印艇摧毁了乌克兰 和摩尔多瓦之间唯一的桥梁 北约承诺援助乌克兰一批新裔装备 包括装夹车和步兵战车 共超过1,000辆 足以支撑乌军在南部开辟一条新战线 德国对乌克兰援助了300辆炮2坦克 并培训乌军使用和驾驶这些坦克 从运输装备到培训结束 乌军援助都位还需要3个月 这表明俄军能进攻的时间只有3月和4月 为了这场大战 之前俄军已经进行了战争动员 征召并训练了30万军人 西方普遍认为 普京已经向前线争排了大量部队 很快就会发动一场春季大战 现在的激烈冲突 只是更大规模战斗的前周 俄乌战争缺战在职 俄乌恶战后 到今年夏天前一方或落拜 拜方可能采取更极端的行动 都可能不得不接受和谈 到时俄乌战争劃告一段落 并出现和平的曙光 年近30岁的元四川电台主持人 彭芬去年12月在獄中因租酷刑去世 2月11日 网民豆瓣俄草日报在推特上曝光了 彭芬伤痕痕累累的围体影片 并公开一组图片说 他的朋友彭芬是一个非常阳光衰气的大男孩 主持人是他所认识的最单纯善良的人 他被捕的原因是修炼法轮功 2月15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彭芬案表示 中共仍继续镇压和虐待法轮功群体 美国将继续对潜踏人权者追责 豆瓣俄祖日报表示 彭芬是去年12月2日死的 他母亲当时请了一位北京法医去做试检 因为死得莫名其妙 但监狱方面坚决不让法医进入 监狱方面还给了彭芬父母一个放弃试检的通知书 并逼迫他们签字 要求在12月13日前要将彭芬的围体火花 据媒体报道 一位曾经在看守所和彭芬同住一监室的人士 在网上听闻恶号后 被彭芬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对于彭芬的过世 他感到万分悲痛 他说彭芬非常善良 教了他很多东西 不单是在压人员 看守所里很多警察都喜欢他 因为他充满了人格魅力 他说话 他手足都体现出高超的情商 一看就知道他接受过高等教育 他的声线非常好听 应该是与他的职业有关 当时与他认识时 他已经超级激压 并且还未判认 与他一起被捕的 还有一位都是法轮功学员 据彭芬说 那个人是四川省中教委的高级干部 愿他安息 一个好人 一个善良的阳光大男孩 彭芬 据名为网统计 近2022年就有172名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迫害致死 633人遭非法判刑 7331人被绑架和骚扰 至1999年7月以来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已有4905人 但由于消息封锁 这些传出来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 中共在三年疫情中的严厉清凉政策 导致经济严重下滑 曾经在中共经济支柱的房地产都含入困境 中共为了股东民众买房 日前有推出贷款可到百岁的 父母子女接力态 引发花言的同事却不被看好 2月16日 据陆会中新经卫报道 广西南岭有房地产开发商打出海报说 重磅利好 贷款年龄最长达100岁 中德医朱明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 最长可态至100岁 原来是楼盘开发商与南岭一些银行合作 专门推出父母子女接力态 据工作人员介绍 在此之前贷款年龄最多65岁 现在有个别银行可以到70岁 然后子女继续做接力态 用子女年龄利贷款可达30年 父母70岁加子女30年征豪100岁 中国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此评论说 如果海报是增价就有点过头了 反映出房地产市场低迷 居民住房消费需求不振的现实下 在叠加个人住房贷款提前还款潮 有部分银行在住房贷款 拓展市场份额方面压力较大 在北京、成都、杭州、宁波等地 都有银行推出类似的合力态 但民众并不提好 有人表示中国人平均寿命说73岁多一些 难道死了还要还款? 中华给他儿子、孙子再去还 这一世什么都没做,只是还款了 美国南卡罗罗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謝田认为 他现在就是想帮助中共政府 解决现在中共房地产市场危机 希望更多放出贷款 希望更多人能买房 中共现在就是洗了绝招 使出混身解数 我估计实际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想帮助你 我估计